还有一个月就要考试了,考完试就要放假了。 怎么,不想放假? 当然想。 那你为什么一副忧愁的样子? 我只是在想,我明年要实习了。 不是说好了吗?去我公司里实习? 那,我这算走后门吗? 当然不是,我的就是你的,你是总裁夫人。 哥,我回来了。 小姐。 哎,叶九,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? 怎么不告诉我啊?回来有两天了。 突然一声巨响,传进客厅。 哇塞,黎川哥,你结果怎么有空过来了? 我又不是过来看你们的,我是过来看阿九的。 哦,原来你喜欢小九啊。 阿九,这么久没有见,你难道就不想念我吗? 我可是很想念你啊。 和我无关。 那,黎川,人家小九都不喜欢你啊? 我一定会把他追到手。 追他可以,但是我家不是你想进就进,想出就出的。 大哥呀,你看看你都找到老婆了,难道你就看着自己的兄弟一直单身吗? 那就说明你没用。 你还是不是兄弟了? 这是你说的。 小九,难道你不喜欢他吗? 为什么要喜欢? 黎川哥,不管怎么样,我都支持你啊。 男人嘛,就得脸皮厚。 喂? 兄裁,公司里有急事,您现在在哪儿呢? 在外面,有什么急事啊? 兄裁,难道您忘记了? 今天不约了鼎盛集团的总裁签合同吗? 哎呀,好了,我知道了,我马上就回去。 好,我现在去跟鼎盛集团的总裁说一声。 南离川挂了电话,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要回去了? 嗯,我先回去了,等我忙完以后再过来。 南离川离开以后,叶冉西便拉着安嫂暖和叶九两个人出去了。 刚好叶明爵已有重要的事情,所以就答应让他们出去。 三个人刚走,叶明爵的手机便响了起来。 喂? 主人,南非那批货被人结了。 最近你们是不是太放松了? 是属下的事职,请主子责罚。 查到是什么人了吗? 查到了,是M国的黑龙帮。 哼,你个混杂的帮派,竟然连我的货都敢动,胆子很大吗?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呀? 怎么,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的规矩吗? 抢了我的货,还能够完完整整的吗? 是,属下明白。 带头的人让他活着,好好伺候他。 是。 还有,这件事解决以后,带领全部人员,到达死亡森林接受训练,不合格的直接杀。 是。 也访问过他老大,就黄老大。 因此,我已经将来改变了专门。 因此, tenant双美之间的ний道有些人给他打开, 谢谢观看